嗨大家好,我是想念 扣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今天想念就用这块五花肉给大家分享四川扣肉的做法 也叫咸烧白 这一块肉先切一半下来太多了,吃不完 这个肉有点肥哈,是农村的粮食猪 五花肉洗净之后下入汤锅中 这里也可以烧一下皮再煮 加入一点姜葱料酒 烧开后用小火煮半个小时 碗内倒入一点老抽 再加入一勺老糟也就是米酒 用勺子把它搅拌均匀 五花肉已经煮来差不多了 下面把它捞出 刷上刚刚调好的老抽和老糟汁 接下来碗内准备一点芽菜 大家也可以用梅菜,梅干菜等等 芽菜倒入锅中先把它炒一下 这样子吃起来才会香 稍微扁炒之后下入两颗干辣椒和干花椒 芽菜已经炒来差不多了 下面先把它倒出来备用 五花肉冷却上色之后 用牙签在这个猪皮上面扎一下 主要是防止等一下炸的时候 它噼里啪的爆起来 锅内油温七成热下入五花肉炸 一定要皮朝下 我用这个漏勺挡着 免得把摄像机给炸坏了 稍有炸至之后把它捞出来 然后把它放入这个煮肉的汤中 把它泡一下 这样子泡一下才会把它的表皮 给它泡起皱皱来 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两个小时 如果大家比较着急的话 泡个几分钟十来分钟也可以 五花肉已经泡来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表皮非常多的皱皱 接下来直接把它切成片即可 片的厚度大约切个2-4毫米 切好的扣肉调味 盐 少许的白糖 胡椒粉少许 再把刚才剩下的老抽 老灶水倒进去 姜葱蒜末 老干妈香辣豆豉 传统的这里一般放的是涌川豆豉 现在放老干妈会更加的香一些 下面用手把它抓匀 大家如果喜欢颜色深一点的话 可以再放一点老抽 接下来拿出我家祖传的碗 把刚刚和好的肉一片一片的码进去 今天的这一份扣肉非常的扎实 很大一份 然后把剩下的这些边角料 全部给它放进去 最后把炒好的芽菜撒在上面 这样子一碗四川的扣肉 稍白装完就已经完成 装好碗的扣肉上蒸锅 如果是直接隔水蒸的话 大约要蒸2个小时 想念今天是用的高压锅 盖上盖子上汽之后 用小火压30分钟即可 咱们的扣肉已经蒸来差不多了 下面打开锅盖 哇还在冒气啊 直接把它取出来 下面直接扣一个盘子 在这个扣碗上面 把它翻过来即可 今天的这个烧白有点上水了 哇 非常美味的 四川扣肉就已经做好了 在四川也叫烧白 是九大碗中的一碗 大家如果喜欢 可以试着做一下 下面想念给大家尝尝看 味道怎么样 有没有想亲自尝尝看的呢 吃一片这个肥肉 已经压得非常的软烂了 这个五花肉入口即化 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并且非常的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在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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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